看到景区的标价了吗 这就是香格里拉送在零四的景区收费标准 和许多游客一样我们全买了 但真正玩了一圈下来 据我观察其实可以省很多 虽然我知道许多人不会真的按照我的分享去省这点钱 但作为旅行攻略还是值得分享的 边西北自家大环线 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从丽江出发 经过东环线 看过高差达3900米的虎条虾 登上了有先人疑天之称的白水苔 夜里到达了美丽的香格里拉 今天是爸爸上高原的第一个晚上 海拔三千二 我们现在在香格里拉的酒店里面 不知道他们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个好觉 我们明天早上是米袋 有点担心 香格里拉是狄青藏族自治州的州府 这里除了有中国保存的最完好 最大的藏民居群独克宗古城之外 还有被誉为小布达拉宫之称的 宋战零四 早上我们准备出发了 但是车上的前挡玻璃一层冰 暂时还没法出发 要等前面的冰化开 问一下 问一下 高烦好一点吗 还有吗 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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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反应 还有一少许等等的 形状到大半来调略 头头啊 头有点是云内 不严重 不严重 看我又想了一个好办法 把车子直接停到太阳下面 前挡风玻璃瞬间就散开了 在巴马自驾旅行的第三天 我们现在在香格里拉 早上起来 温度只有零下午 我们都已经快上透控的名号了 现在酒店出发 第一件事情就是干嘛 做核酸 对 在迪庆整个范围之内呢 酒店入住都是要24小时抹酸的 包括景水都是 所以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核酸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上午呢 会去松在林寺玩一玩 然后下午就可以出发去看美丽雪山了 到了松在林 先看吧 这个寺庙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藏族的寺庙 然后它有小护达拉宫之称 三位是60岁以上 没有的分开 拿到一张里面了 我们三张半票三张全张 哎呀 60岁以上可以享受半票优惠 70岁以上是全面 嗯 我们买的是全套票 就是门票车票讲解票 一共450块 当然有三个人的门票是半家的 松在林寺这一段区间 车进来之后 沿路其实都是居民的自己的住宅 里面还住了很多村民 哇 这里的房子好密集啊 现在一个山坡上面层层叠叠叠的往上走 好啦我下车了 下车后我才发现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公交站 后来问了才知道 买了门票坐公交车进来只要两块钱 这就是松在林寺的内景了 这位就是我们的讲解员了 作为普通游客 光是进来看看的话 顶多就是感受一下气氛 要感受文化的话 还是要听听讲解的 还好我们买了15块钱每人的讲解票 不然我们一家人就只能看看建筑拍拍照了 不过我发现 你即便是没有买讲解票 也能一路跟着停下去 呃 我是不是又找到了一个省钱小妙招啊 大家可能觉得白嫖讲解不厚道 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嘛 但这一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第一 你因为白嫖内心感觉亏欠 大可不必 因为景区在卖你20块钱的区间车票的时候 也不会主动告诉你公交车只要4块钱吧 那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亏欠呢 第二 你付费的服务别人免费就能得到 你会不会觉得付费付的没有价值呢 所以总的来讲 这只是服务设计的一个缺陷而已 由于松赞04的建筑内景不能拍摄 关于寺庙的话题也不便讨论 有机会还是建议大家来香格里拉亲身感受一番 视频里就给大家看看外景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刚那个喇嘛在我跪下来 然后在我头上敲了一下 然后就给我的一个佛珠 那你有没有顿悟什么 我有做了功德 我们松赞04的参观游玩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了解了专注文化 是一个学习之旅 对 我们全程的游玩时间是两个小时 所以带着父母玩的话 两个小时也是非常充足的一个时间 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景区90块的套票中 20块的区间车票是可以省的 购票后 直接乘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至于15块的讲解票 各位就自信决定吧 看完松赞04后 我们就在独克宗古城 简单的吃了一顿饭 下午准备启程去德青 看美丽雪山的日照金山 最后的一円 下午一晚 可是看美丽雪山的日照 这件事 看美丽雪山的日照 婚礼 芽 一 Wiz